喻,言,难道我们都要变成自己曾经反对的那个人?于是存。一次饭局上,朋友称赞作家吕征有信誉。我很为他高兴,不过轻描淡写地说,他是研究王阳明的呀。朋友说,现在轻落寡性的现象太多了,一般饭桌上的话,谁当真呢?吕征在饭桌上承诺他一件小事,事后确实用心做了,这就了不起。 朋友感慨道,回想起我们年轻时也曾想做一个正直守信的人,后来不免有所松懈了。不久,在《现代文明人格丛书》的沙龙上,见到睽违已久的吕征。他是这套丛书的编尾之一,却因闭关写作,缺席了好几次公开讲座。他给我送来了新书《中国误会了袁世凯》,六十万字,创作两年,反复搓磨,总算艰难面世。吕征算得上是八五后极为幸运的作战。 他的《明朝一哥王阳明》,在版重印多次,发行量几十万册。他的文字轻松,即时即悟,读其书,而时时宜情现实。《中国误会了袁世凯》,沉寂了吕征一贯活泼幽默的风格,但嬉笑怒骂的背后,却透露出类似秋水般深刻的绝望。 比如,在很多场合,中国人貌似是关心政治的。不关心也不行,你不关心政治,政治肯定关心你,每天都合计着怎么再从你身上,乍点明知明高。 在一个有着悠久,专制传统的国度,多少人前赴后继地重演着从希望到失望,再到绝望,直至无望的心路历程。 人们已经在冷酷的社会里,练就了一颗更加冷酷的心,抱怨,嫉妒,仇恨,讥讽和猜疑是他们习惯性的情绪。 而爱,宽容,理解,体谅和分享,似乎永远也不会降临这片惨遭诅咒的土地。 这是一汪绝望的死水,人与人之间的苦痛从不相通,以至于再深的痛苦,也只能像冰雪飞落大海般,悄无声息。 长此以往,冷漠变成了最妥当的表情。 公平,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都不是绝对的,但不公,却在这座赌场准确无误,屡试不爽地实现了。 反抗,呐喊,讽刺,诅咒都已徒劳,罪恶的体质造就了罪恶的虚无。 他像黑洞一般,如泥浪一样,你越是挣扎,越是沦陷。 他吞噬的何止是对正义和良知的信心,简直就是你的灵魂,如果还有的话。 黑暗的时代是漫长的,当我们急目远眺,会因为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黑夜而沮丧绝望,失去方向。 走出隧道,沐浴光明的征途似乎只能用岁月,用无数老年,青年,少年的生命去一点一点地填充。 鞭榻的目的是,为了探讨制度与文化的碰撞,裂变。 有别于以往的袁世凯传记,本书根据真实史料,客观还原了原显为人知的少年时光。 比如隋叔父夜见曾国藩,聆听层门四学士同荣红,王凯运就东方政治文化传统与西方民主宪政的辩论,铸就了进步的思想。 而在丁雾其荒中,袁世凯同叔父回河南镇灾,目睹了炼狱一般的底层真相与腐败透顶的官僚体系,被视作精神支柱的叔父,击劳而死。 更是对袁世凯产生了强烈的刺激,逐渐树立起顶层王清的远大目标。 从建功朝鲜到小战练兵,袁世凯日拱一族步步为营,利用体制内的资源,爬上权力的巅峰,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北洋班底,并在清廷行江旧墓时反戈一击,摇倒了这棵千疮百孔的枯树,避免了流血飘鲁的暴力革命。 然而,这个在直立总督任上就大搞自治实验,与基层推动全民普选的立宪派骑手,居然以称帝画上人生的句号,留下一段据送至今的公案。 袁世凯的窃国既是他个人的悲剧,也是国家的悲剧。 这个中国的彼得大帝,本可以跟革命派孙中山们一道,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旗帜,作为极宝贵的政治遗产,使后人受益,却因此为人唾骂百年。 吕征探讨了其中的原因。 在他看来,在仇恨、自私与责任、谦卑的天平上,在成年、战友与青春、理想的天平上,中国人的人生多半向前者滑落清闲。 袁世凯没能例外。 据《施乐园》记载,路西法曾是天堂中地位最高的天使,六亿赤天使,并担任天使长的职务。 由于傲慢与愤怒,他率领天界三分之一的天使,举起反旗,却因失败而堕落成撒旦。 于是便有了社会学里的专业术语,路西法效应。 其实,不用了解路西法效应,我们中国人,人人都能理解人生社会的变异。 人们很难安分守己,在巨量快速的群体示范面前,人们只能成为羊群效应中的一员,纯洁、无辜、顺从,又迅速地走向了畜群效应中的本能,贪婪、仇杀。 孙中山看到了这种表面的顺从,实为一盘散沙。 真的善的秩序,很难从中建立后,也一度走向独裁、斗争。 直到临终才醒悟和平奋斗就中国。 民国的混乱,让国人产生了不如大清的观感。 正以汇城的现实,愈演愈烈。 各省节流税收,中央政府没有统一的财政,甚至连官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,瓜分之祸,迫在眉睫。 专制太久的国度,虽有见群龙无首,天下大级的古老教研,但人们更易将其理解为情师其路,天下共逐的逐利逐权,只愿攫取存量中的权利,而不愿创造,不愿对自己和周围,乃至民族国家,尽其责任。 这的确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制国家,比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都要走得远。 但时任悲哀的发现,享受到民主自由甜头的,是国会的一员。 地方的都督,跟普通市民和广大农民完全无关。 为了速摊,减除异己,加强行政效率,袁世凯又端起专制的毒药,义无反顾地引下,一如他之前与之后的独裁者。 为了剖析专制的起源,探究谁能替天行道,英雄还是法治。 但是,吕征挖出了伍连德,医学家,这个若隐若现的历史人物,借他之口,一真一幻地表达了国人皆有专制之基因的观点也许。 真如他所说,儒家改造世界的冲动,在我们身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中国式成功学的烙印。 王道、霸道、民主、极权、苍生、大义,那些多如繁星的立场,造就了人们生死已知的梦想。 有梦想不是错,强迫他人活在自己的梦里,则大错特错。 可惜,从王侯将相、宁有种乎,到弘扬之乱的大同社会,多少飞蛾奋不顾身地扑向那道万丈光芒,却早已分不清理想和欲望,宁可饿死千万人,也不放弃心中坚守的乌托邦。 处群中人手持大旗,满面红光地走向罪恶。 作为年轻一代作者,能有这样的思考和收获,既让人刮目、关注,又让人自省而思。 年轻作者以自己的存在思考改变了知识的秩序,这是无论如何都值得注意的。 吕征以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参照触及到我们国人的变异。 他在书中感慨、专制,就是认定自己绝对不会错的想法。 民主,就是对何谓真理不那么确定,这是值得我们铭记的。 在我看来,吕征的书不仅让人认识我们的政治通病,也让我们反观自身。 我们的人生社会对青春少年的教育是稀胜稀贤似的,但很少有人以一生的努力成为圣贤。 绝大部分人反而自青年起就走上一条下线堕落的道路,大部分人的品质新性失去了他早期的纯粹、真诚、博爱,而变异为专制、贪婪、自私毒史、使人明哲。 吕征这样的历史作者不仅在写史,更直接把现实的真相或人生的悲喜剧撕给我们看。 会有多少人反攻自问自己是否压制了他人的创造力,而首先是压制了自己青春时期的梦想和创造力,自己是否在热闹的人生和中国社会里变异为真实的孤家寡人。 这样的话,大导演王斌也曾对我表述过。 王斌先生曾经沉痛地说,努力吧,我们总不能像那些人一样,变成年轻人最为厌恶仇恨的那种中年人。